哈喽各位,我是马克 今天我们要试驾的车款是 Toyota全新大改款的Siena 它目前其实已经展开预售 那分为旗舰版跟薄金版 售价呢预售价分别是238万元跟290万元 在我们试测当下其实还没开始就是发表 它到4月份才会正式发表 那这台新的Siena不管是外观 然后空间、内部机能性、动力或底盘舒适性 都有非常明显的进化 我们接下来就一项一项来跟各位介绍 首先在外觀部分 你可以看到新的SR用了非常多的曲線變化的外型 那也跟隨著Toyota新一代的家族化風格設計 所以它的外型不再像傳統的MPV那麼樣的石板 另外呢它的稱稱尺碼也並的放大 它現在的車廠已經達到近5米2的水準 然後車寬也差不多在1995就2米左右 所以你要考量要不要買在SR之前 你要確認你家的停車位是不是可以放得下 另外呢它的軸距也稍微放大了3公分 所以對於車內的空間性表現會更好 再來呢它的外觀配備比較特別 就是它的兩邊的側滑門加入了腳踢感應 所以不只是後面的電動尾門 現在就連側滑門你都可以用腳踢的方式來進行開啟或關閉 當你手上拿了大包小包的東西或是抱著小孩的時候 這項功能就會顯得非常實用 那它當然也搭載了前後的LED的燈組 還有天窗等配備 這是外觀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它的內裝 再來是內裝部分 你可以見到新的SELENA內裝設計 就是完全的新世代的風格 包含了雙層式的儀導台或是獨立螢幕 跟儀導板中間有一個7吋的行車資訊顯示幕 再來就是它的空間機能真的是非常強大而且完善 你可以看到它的儀表台就是採用雙層設計 然後在中間的部分呢 它有加入一個手機無線充電板 然後中間的部分就是其他的空餘的位置 你還可以放一些自己的零錢或是錢包等 再來呢它的全車一共有18個字杯架 全車其實也不過就7個人 所以一個人放兩杯飲料其實還要省 再來呢是充電 充電的部分除了前面有一個無線充電座以外 它另外全車還有7個的USB 然後還有兩個120V的家用的充電座 所以你今天就算去露營想要帶著烤箱 或是直接在外面做一份牛排都不是問題 再來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充電台就是 一樣是採用雙層的懸浮式設計 所以下面有一個非常大的置物空間 然後中央扶手裡面的置物空間也很大 基本上它這台車的空間感已經 遠超過我們對於一般車的想像 所以對於你今天7個人出油來講 我相信不管是放行李啊 放任何物品絕對都不是問題 然後其他的第二排或是第三排空間 或是行李箱空間 我是覺得跟上一代的Selina差不多 畢竟上一代的車款其實在空間表現 就已經非常出色 所以這一代就算是有維持下來 然後我們今天試駕的是薄金版 所以第二排有Automate座椅 就是它可以前後滑移 然後椅背可以調整 然後有一個腿靠可以延伸出來 這是目前新的Selina 它的空間機能啊 或者是一些空間的表現 都讓人非常的驚艷 然後進步非常的多 再來最後一項要介紹 同樣是這次Selina大改款的一項重點 包含了引擎變動 然後底盤跟懸吊都跟上一代不一樣 它現在引擎呢 就是有別於上一代是3.5的NA引擎 那它現在換成了2.5油電 2.5油電有什麼好處呢 基本上我可以想到至少有三項 第一個是穗金嘛 因為你3.5光是穗金一年可能大概就要3萬6 那現在2.5升的引擎 光是穗金一年可以省下1萬5 再來是油耗 3.5的引擎之前平均油耗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 那個是官方數據喔 市區油耗大概只有6或7公里而已 現在呢 原廠所公佈的油耗數據大概在17或18左右 所以基本上你在市區行駛的油耗一定有迫使 光是穗金跟油耗的部分 其實都會讓你每年已經省下不少的錢 那在動力的部分 之前的3.5引擎最大的動力大概是在299匹 然後最大扭力大概是在36.3公斤米左右 現在換上2.5油電之後 它光引擎的輸出 中效馬力大概會在247匹左右 然後引擎的扭力部分是24.2公斤米 另外還有電動馬達可以額外提供大約27公斤米的扭力輔助 所以我覺得開起來基本上 對於一輛7人座的MPV來講 最常使用到了60到120公里的速度區間 這一台的動力表現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且電動馬達還有一個好處是 它可以在低速的時候輔助你的動力輸出 所以我會覺得這台Selina其實在起步的瞬間 它的輕快的感覺跟那種就是動力輔助的瞬間的輕快感 都比上一代來的進步很多 再來還有像很重要的改變是它的底盤跟懸吊 它的懸吊前面一樣是賣花層 不過原廠表示它的下面的仰角已經換成了鋁合金 然後防晶桿也加出了4% 另外後懸吊由之前的非獨立式的扭力輔換成現在的雙A倍的獨立懸吊 如果你開過上一代的Selina或是PREVIA這種Toyota的現做車款 你會發現因為後軸是非獨立懸吊 所以在經過一些起伏路面的時候 它的彈跳感還是比較明顯 那因為這台新的Selina後面已經換上了雙A倍獨立懸吊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在過彎的穩定性 或是在我們剛剛提到經過坑洞的一些起伏路面的表現 那綠震的效果啊我覺得都比上一代的精緻很多 這個是很明顯的一個乘坐輸出性的表現 那動力跟懸吊我覺得是這一次Selina 關於硬體節奏上面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改變 所以呢綜合我們上面所講的各個面向啊 這台Selina進步非常有感的一台新車 那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 如果你在考慮一台七人座EVD的話 這台的空間動力機能性配備完全都沒有問題 加上它有Level 2的駕駛輔助系統 唯一要擔心的就是只要你預算夠 然後你家的車會停的下 那這台車我覺得是非常一個出色的選擇 那以上是我們這一次Selina試駕影片的內容 更多的細節我會在文章裡面介紹 那就請大家去觀看文章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喜歡看文章 大家可以玩嗎 看文章 大家可以玩嗎 再次廣告